看到這張照片是最新的 這張照片是哪個位置呢? 這裏是俄羅斯境內,近穆克蘭的俄羅斯州 這裏叫做別爾哥羅德,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這個別爾哥羅德也不是第一次了 這裏是軍營,也是著火爆炸 在別爾哥羅德州,軍營著火爆炸也不是第一次 還有柚庫被瓦蘭米24武裝直線機攻擊 跟著對上的那些州都是,都是這些柚庫被攻擊 很明顯這些柚庫、軍火庫都是補級的 對俄軍是補級的 你看看,最主要這個叫做大家,我當你這裏 因為這裏,近穆克蘭,我當這些軍火庫、柚庫 就是穆克蘭攻擊的 機會都很高,因為真的斷補級線 你看看,大家互斷補級線 這個叫做俄軍,也是斷穆克蘭補級線 攻擊西部,跟著北約的地方,那些鐵路 這樣攻擊,究竟可不可以斷到烏克蘭的補級線呢 是斷不了的,你看到很多烏克蘭的軍火 都可以源源不絕地送到前線 很明顯,你這樣攻擊法,起碼一人人打不到 打不到這個,打不碎,烏克蘭人團結的心 甚至打不碎,這個叫做北約 支持烏克蘭的決心 你最主要在另一方面 你看到烏克蘭方面,北約方面 是這麼支持烏克蘭 烏克蘭人是這麼團結的 你看看你現在這個俄羅斯的警方 最主要,除了烏克蘭會攻擊你這個叫做 軍事設施也好 甚至有些反戰英雄 這個叫做俄羅斯入面 甚至俄軍內部的問題都很嚴重 你看昨天那段片,你都看到 俄羅斯入面 這個城市,有著火,在燒 你看到俄羅斯人繼續打千秋,聊天 很明顯,就算 我可以這樣說,就算這些打千秋 這些市民,見到有些俄羅斯人放火 我可以100%來講,他們都不理,就任由你放 可能這些已經看回,這些俄羅斯人對普京 這個叫俄羅斯,就已經失去信心 都沒有鬥志了,你想怎樣就怎樣 就像網友說,燒完了沒有 最主要,下一個火頭,是不是真的去到這個黑里姆林宮 把這個普京變成一個叫做焦炭 我想大家都開心,全世界都開心 看到這些,鐵路,路軌都是 這條鐵路,這條列車,這些俄軍裝備來的 運到烏克蘭前線來的,這樣反了車 很明顯都是人為因素 說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他第一階段,所謂,想閃電攻入基庫 攻入不了,接著現在說第二階段 就打這個叫做烏克蘭,東南部 這個叫做頓列池克和勞金斯克這個地方 最主要你看兩個顏色 紅色代表俄軍,黃色這條線代表烏克蘭軍 你看到俄軍發動攻勢 攻,攻極都攻不了 很明顯的就是這個烏克蘭的防線做得好 因為這條烏克蘭的防線不是說現在造成的 是2014年打後不斷這些戰豪防線一路升級 還要這個戰豪防線之外 還要佈下很多反彈地雷 數以幾萬計放在這裏 這裏見到俄羅斯這樣攻法之下 他的損失一定大 因為經常都說 這個很多人都說 會不會這個叫做坦克會戰 首先坦克會戰這個名詞 很容易戰的感覺 你看到俄羅斯入侵 這個烏克蘭都很容易戰的感覺 他用的打法 你看到很多大部隊 以旅級,坦克旅 看到全部坦克裝甲車這樣攻 都是容易戰的打法 看回到最重要的 黃色這些戰隊就說 只要你烏克蘭軍的打法 用這個戰鬥打法 你面向俄羅斯即是俄軍 背向北約 因為北約是支持你補給你 可以盡可攻退可守 即是你不夠打的就退一退 夠打的,打到的就打 這個打法就是靈活打法 最主要現在 這條防線保住了俄軍 這些叫做裝甲鋁 令到他怎樣呢 最主要就是現在 北約供應給烏克蘭的火炮 遠程火炮,精準 經常說是精確的 不是你這樣 好像地毯式轟炸那樣 不是的,一炮就擊中你的 所以經常都說 超視他 超視他就是這個叫空戰 超視他只要一架 超視他意思是人眼 見不到對方的這個叫戰機 用這些空對空中程飛彈 用雷達鎖定這個戰機 將飛彈按了之後 這個戰機就掉頭走 飛彈就自己追 海軍也是這樣 超視他嘛 艦對艦飛彈 火紅雷達鎖定你之後 按鍵就飛去 那個戰艦都可以掉頭走的嘛 你看到那架叫做 莫斯科號也是這樣 即是用這些反艦飛彈都是超視他嘛 打完 你都不知道那些反艦飛彈擺在哪裡 但你現在藍了沉了 看回陸軍也是這樣 超視他嘛 這個叫超視他 用這些遠程精準 這些炮彈的攻擊 真是一炮一架的嘛 令到俄軍損失慘重 你看到這些 穿煙這些俄軍坦克 那一架叫做精準的炮彈多少錢呢 很便宜的嘛 一架這些俄軍坦克 好像這個T-72升級版 很便宜的都 成二百萬美金啦 這些裝甲車 裝甲運兵車 很便宜的 都百萬美金 你看回這個超視距離打 你看到這個畫面 都是無人機的嘛 首先這個無人機 經常都說制空權 除了戰機之外 還有無人機的制空權嘛 其實現在這個烏克蘭的 無人機制空權 就已經拿了 俄軍這個無人機 基本上就沒什麼了 一出一架無人機 就被烏克蘭 用這個堅托式導彈擊落 就打下來了 現在 用這個無人機 找了這些俄軍的坦克 裝甲車出來 就打了 你看到這個畫面 很明顯這個洞 就是炮彈 即是那些軟程 炮彈擊中了這個洞 然後在旁邊爆 衝擊波 都可以令到俄軍裝甲車 基本上都可以摧毀 你看到炮塔都移了位 就算這些俄軍裝甲車 躲起來都沒用 去高空找到你 找到你就可以打了 只要你最大的問題 就說你如果動 你還有機會生存空間 你一停在那裡 就被人打了 因為不能不停 因為烏克蘭的戰壕防線 令到你真的變成進攻 進攻 也變成防守 等於你的戰車要停在那裡 停在那裡 跟戰壕對戰 這樣就中了烏克蘭的計 用無人機偵測之後 用軟程火炮攻擊 烏克蘭軍的陸軍 用超視他的攻擊 攻擊 令到俄軍損失慘重 個人意見 獨立私嘲講完